大家好,马上我就要是5个孩子的妈妈了 整个孕期是40周 37周算足业,我马上就要熬出头了 今天是35周加4了 妈,你是不是又要去产检了 对啊,上一次检查完 医生说的要两周去做一次 但这个后期的产检 一次也不能落下,必须更加重视 上一次去产检的时候 宝宝齐带绕绕一周 侧脑式增宽0.9 说实话,我心里一直弹的不安的 真希望这一次产检的时候 宝宝能自己绕出来 医生不是出来还要扶他医的请上尾了吗 正好今天一次硬都做了 没事,习乱放东西,你都别紧张 妈妈,我们也要给你们一起去 我要去上课了 那你也别去了,马上暑假都给开学了 再加卸作业吧 六二年也得加卸作业 老大,你在家好好卸作业 我们把弟弟带给我,供给你捣蛋 走了,陪着我们一起去,快点 叔叔让姐姐用一用 你还不能捣蛋,知道吧,人家卸作业了 我还是去我的叔叔,别跟他这儿歇了 去你的叔叔,去吧,走吧,跟妈妈去吧 到了,媳妇,下来吧,慢慢的 现在不是在餐检,就是在餐检的路上 有,媳妇,前上怎么样出来了 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面守着吧 其他绕经,他自己绕回来了 哎呦,那太好了 侧脑说还是零点九,也没有增款 也是一个好消息 自从上一次检查说偏大两种之后 我就很少吃了,然后现在还偏大一种 这个仅供参考,现在是2676克 这个氧水量多,它应该不是好事嘛 但是上次医生上我少喝水,我也少喝了 牛奶也少喝了,现在是6.8了 走吧,去等待一下 高压107,低压53,122斤 早年宿这次没变化,还是9.6 调原行李还是1分钟144左右 只要是健健康的就行,不关大消 还是该吃吃,该喝的喝吧 体重还是得控制一下子 到时候我还想顺茶 好了,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吧 拜拜